这个女孩太狠了 只因弟弟受到欺负 他就手提两袋食人鱼来到了泳池边 水里的校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女孩就小手一松把食人鱼全部丢了下去 起初校爸还准备逃跑 但他怎么可能比过食人鱼的速度 随着校爸一声惨叫 女孩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个女孩叫星期三 别人的宠物都是洋娃娃 可他从小的爱宠却是一只毒蝎子 他的父母更不是一般人 爸爸是个身价千亿的富豪 母亲是一个哥特风的暗黑美人 只有弟弟单纯可爱 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 由于这件事 原来的学校肯定待不下去了 为此父母把他送到了一家特殊的学校 因为这里不仅有成队的狼人学生 还有会异能的黑人女巫 尽管这里的学生各种各样 但星期三还是不喜欢这个学校 为了逃出这里 他趁校长不注意从厕所阳台跳了下去 结果走得太快 不小心撞到了商贩 星期三预言到商贩会遭遇车祸 本想提醒他几句 没想到商贩竟然骂他是个怪胎 见此他也不多管闲事 可他还没来记得急走 校长就追了过来 这次的逃跑计划就此告终 在路上 星期三看到了一起车祸 果然就是被他预言到的那个人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做人一定要心怀善心 一句不经意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